哈喽大家好我是林森欢迎我的频道 今天这一期就是从冷到热 从运动到仙女 咱们就是各种风格全部拿下 然后依旧是惯例 今天我们的花花是重拌百合 真的非常好看 而且好养 超级香 也是没有任何毒性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养 然后这期因为自拍干离镜头太近了 所以整个拍起来都显得很奇怪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然后首先第一套就是一个运动到极顶 咱们一个瑜伽裤搭配一个瑜伽背心 真的穿上鞋以后比例一下子就拉长了有没有 大家在穿搭中一定要注重穿鞋的力量 然后外面穿一个这种修身的运动外套 也是瑜伽服 我真的很热爱瑜伽服外穿 这件真的是非常非常显腰线 它质地是比较轻薄的那种 我感觉夏天穿的话 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而且白色就真的很百搭 很清澈很活力 然后如果直接出门的话 就在外面套一个这种女子大衣 就是挡风又保暖 这一套现在在北京已经可以穿了 因为我前几天就是这么穿出去的 就是如果你要去健身的话 到了健身房直接把外套一脱 咱们就可以立马进入训练模式 好说回来北京现在都十多度了 不知道大家那边天气怎么样呢 然后现在展示的就是 如果你不健身 当然你不健身也可以穿 如果你不喜欢那种特别运动风的衣服 那你就可以换上一个这种紧身的小上衣 然后如果你不想露出你的屁屁 那你就可以系一个小屁脸 其实它本体是刚刚我们这个白色衣服 废话太多了已经没有时间了 咱们直接进入第二套 还是刚刚那条lagging啊这条真的很好穿 然后外面套上一个这种绿色的卫衣 就是完美的遮住你的屁股啊 同时非常运动 还有和你的时尚感并存啊 像这种穿法应该是很多明星啊 像啊坑道什么的都有在穿呢 然后啊第二套啊保持我们这个老规矩 继续给大家这个下这个西装骨的补 我听说这条裤子已经被大家买下架了 不知道它还会不会上了 然后这个卫衣真的非常可爱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们家还送了一个口罩 然后这个口罩的袋子是绿色的 尤其最近我们家白口罩用完了 我都在用这个口罩就还真的挺好看的还 然后如果你觉得还缺点层次啊 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个白色的这种大衬衫 或者你再穿T恤也没有问题 之前每次到这种穿搭总是有人说就是显腿短啊 确实这种日系少年感穿搭 它就是舍弃了这个啊 腿长比例的一个氛围感穿搭 大家就是全凭个人喜好吧 好了速速进入我们的第三套啊 前三套都是一个运动风的感觉 这一套是比较适合跳舞的 首先是一个最百搭的灰色运动裤 这条裤子的版型真的很好 它是一个薄款的 所以它的腰部是不会增加你的腰围的 而且这个薄厚程度的话 夏天穿运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并且它是那种有质感的薄啊 它这个弹力的收腰也是不会勒的啊 如果你腰比我更细的话 你可以把它往下拉一点露出肚子来 如果你腰啊跟我差不多 你可以往上low一点 然后这个上衣跟之前那个粉黑的有点像 有没有 其实就是因为上次那件大家都很喜欢 问我有没有类似的款 所以又给大家找了一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腰真的粗了 其实大家看到的vlog是有延迟的啊 我最近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运动 所以我的腰又反弹了 粗了四厘米啊 但是我最近会尽快收下去的 大家放心 速速进入下一套啊 又是我们这个祖传开头这个白色的裤子 为啥这期开头换着黑裤子呢 就是怕大家以为啊 禁错视频了 然后这一套就是偏休闲啊 偏甜妹一点的感觉 搭配粉色小开山 或者这种粉色瑜伽服都是没问题 没错又是瑜伽服啊 我真的很爱瑜伽服外穿 是因为真的很舒服 而且质量也好 意思是就是下面这两件也都是瑜伽服 而且甚至都还是从同一家买的啊 就是因为上期健身视频 那个绿色的和蓝色的衣服 真受大家好评都是他家的 所以我就在他家疯狂一个搭配 啊闲话说太多了 赶紧回到正题 我们这个牛仔外套真的非常好看 它是一个粉色渐变白色的 一个这种哎有点水洗感觉的 然后他前面还有做这种爱心的拼接 真的太太太少女太心机了 然后大家看这个搭配就知道 还是给南方地区准备的啊 大家就不要说温度了好吗 然后就是进入倒数第二套 真的是一个辣妹抹胸啊 拧一下出来穿过来 因为他从正面真的很难拉到背面 其实我觉得就搭配那个白色裙子 就很好看了 但是有水视频的嫌疑 所以啊穿回他原配的黑色裤子 浅浅系一个小腰带啊 当然你不系也可以 因为他是弹力的 然后把我为了演示穿法 留在里面的小背心给脱掉啊 一整个就是 Oh my god So hot好吗 然后还是戴上我们这个鸭舌帽 走一个帅气风 然后为啥鞋子还是选了白色 因为是可以跟帽子上这个小白 浅浅呼应一下 然后如果你在偏北方 或者你不想穿的那么漏的话 或者你要防晒啊 就在外面套上一个这种小西装外套 这款很薄很适合夏天 然后最后一套就是一下子 怎么突然进入了这个仙女风格呀 毕竟咱们还是穿搭博主啊 不同风格都得多多尝试啊 这条裙子真的是很仙 一开始我把这个袖子藏起来啊 然后现在给大家穿上 当然其实我个人还是喜欢吊带的样子啦 不过这样也是有不同的风格 然后这个发型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啊 我真的不知道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然后因为这个裙子的腰掐的太高了 就是会有点显韵啊 如果你介意的话 可以在外面套一个这种小外套 就这个总有一种 就是让我回到古代的感觉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虫绊百合啊 这个已经被我养的有点焦了 因为我没有好好养它 没有好好捡只啊换水什么的 大家正常养它的话 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好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视频 记得给我一键 三连道朋友们支持我 然后本期视频所有链接都会更新在 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林万15WR 不要再问我链接在哪里了 尤其是小红书的朋友们 今天是周日 然后三十六号正好是我的生日 然后晚上八点钟会直播 然后跟大家一起吃蛋糕 庆祝我的生日 然后会抽礼物 就是送我的贱名的 图签的拍立得 然后我还买了一些贴纸 我打算尝试和大家一起玩那个 就是孤卡那个 其实我也没有试过 我感觉很好玩 为啥在这里说呢 因为我觉得能看到这里的姐妹们 应该都是对我这个人 怎么也是这么喜欢了 我觉得可以说是 我就给大家通知一下 免得大家就是遗憾错过 好吗 等一下 我还要再说一下 这个崇拜百合太beautiful了 太beautiful了 太美 太美 好了 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